六都市长的好感度 这是Keeper的大数据系统 它里面就有做出来 然后这一次呢 我们看到六都市长里面 是以桃园的张善政拿下第一名 那除了请你帮我分析一下 张善政这个部分 他就是等于安安静静做事情 刚刚有没有想要讲台语 但觉得会出事 所以还是直接讲 就是电电做事情啦好不好 那另外呢 第二名我比较想问的是 陈其迈郎 黄伟哲啦 大概分居二三 然后我们大家以为 就是很认真做事的这些 为什么卢秀燕侯友宜讲完 反而是在后面 那当然也有很多人说 每次这样类似的调查结果出来 其实台北都常常是在最后的 那这个部分到底是 中南部CDOA还是怎么样呢 第一个呢 是这个张善政他的好感度高 那算是比较特殊的情况 因为呢 通常在台中以北的县市里面呢 这个民众对于市长的这种好感度 他其实比如说 好感度这种东西在网路上讨论 不见得越高越好 因为有的人 他是因为没有声量 所以他好感度很容易会很高 因为会去谈到他的 基本都是支持的 所以你看第二名跟第三名 陈其迈跟黄伟哲 我认为他们主要是这样 就是因为他没有讨论 所以他好感度才高 可是张善政他是特殊的例子 因为他的讨论度其实非常高 就是所以 讨论度很高的情况之下 他还要有这么高的好感度 其实是很难的 所以你看卢秀燕侯友宜跟蒋万 他们的好感度看起来是比较低 可是我告诉大家这完全合理 这不代表民众觉得他做的不好 因为很多时候会讨论到他们 比方说要不要选总统 比如说这个跟柯文哲之间的关系 然后比如说呢很多台北市议员 然后每天脸书就是发一些文章 然后可能骂蒋万安等等的 新闻讨论比较多 这种时候他的好感度 就会迅速的下降 所以 所以卢秀燕侯友宜跟蒋万 他们的这个好感度比较低 并不代表说民众不支持他 陈其邁跟黄伟哲比较高 某种程度是因为他们的讨论度比较低 但黄伟哲我觉得再过一阵子 再去做可能又会有些变化 因为现在台南的事情很沿上 可是张善政是里面我觉得最特殊的 因为他的讨论度又高 他的好感度又高 所以这是很难的事情 那我觉得他主要做的几件事 他一上任的时候 推了这个代理教师的相关的议题 那我觉得引发很多社会上 对他好感觉得他是有做事的 所以对一些中间选民 甚至前率选民来说 他觉得张善政不一样 那对于莱茵的选民来说 他又把那些所谓的桃源 大秘宝的事件挖出来 你可以很清楚看到 其实现在的桃源的 他们的小内阁 说真的算是有点战斗性的 比方说最近一次就 有人他就在底下忙 然后就很少议员来开会 那台上的这个官员就把对方拍起来 甚至后来人家还叫他盗窃 可是这种事情就让他看到说 原来你们有些议员 尤其是民进党籍的 那你就是乱咨询一通 比如说我今天就看到一个 那个Q&A黄穹会的咨询 他竟然在就是 咨询的时候问官员说 请问各位局处首长 我今天穿这样漂亮吗 认真认真 觉得我穿这样漂亮的 我在现场啊 对你 在问你嘛 觉得我这样穿漂亮的请你举手 然后在场没有任何人举手 你觉得我今天穿这样不漂亮吗 我不知道他问这是为什么 但是我看到非常傻眼耶 真的我还从看医生想说是不是看错了 没有 他真的是这样讲 然后我就觉得说 他是没有其他内容要咨询的是不是 我不知道后面有没有讲别的 但前面这三句话是真的 他有亲口这样子讲 然后呢局处长都很尴尬 没有人敢举手啊 因为觉得你问我这问题我干嘛呢 那所以他就基本上他就是这个咨询 非常的荒谬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觉得其实张善政他就有功有手 就是他有很具体的市政作为 包括呢你看去举发噪音车嘛 然后呢包括他可能代理教师的议题嘛 他做了很多事情跟革新 他同时针对这些民众很关系的弊案 他也很努力的 然后很勇余的去面对跟挑战 像之前监察院不是就是要针对 那个羽球场的事情去约巡吗 不约巡正文才跑去约巡张善政 张善政态度也很好 他就直接说对他要直接执求对决 去把我们的证据拿出去 所以我觉得张善政在这一次的调查里面呢 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并不简单 我们刚刚讲到说其实这个 张善政他要如何拼好感度 甚至有感度就好了 汉庭议员其实像这个在地很多人在讲说 如果这种路边的改管车啊 相当的这个噪音非常大的话 据说桃园市的环保局 做什么事情都动得相当快 有时候一通电话去检举 他就会马上进行依需举证 其实这些举出来都是相当小的例子 不过这也的确叠加起来 都是人民的有感度跟好感度 先说就是这个好感度呢 因为他也不像民调一样 然后他有一些具体的分析 或者是一些什么交叉比对啊 不知道他的这个所谓数据统计 到底来自何方 因为呢比较近也有另外一篇 是信传媒跟荣泰创数据公司 所做的一个好感度调查 在2月28号的时候所公告的 当时好感度第一名呢是卢秀燕 然后再来呢是陈其脉 黄伟哲蒋万安 好那这个张市长呢 反而是在倒数第二就在第五名 那在这一波呢 这个张市长是第一名 然后反而呢 这个卢秀燕跑到了后面 所以因为实在不知道 他们这些数据到底是如何分析 或者如何做统计 还是他只是单纯从 就是每一则的留言 然后下面可能有的一些 所谓正负的标签 或正负的一些旗号 然后来去做一些讨论跟筛检 那这样子的话可能没有办法 忠实的还原他整个的面貌 因此我们认为这些呢 对于所有的县市长的候选来说 当然如果是第一名 如果是前几名的话 当然是一种加冕 但如果是后面的话 也不要太过于的这个担忧 因为毕竟这种网路数据的统计 实在不知道他这个调查的内容 是从何而来 那目前我们讨论到说 那像张市长确实上任之后呢 做了许多的一些事情 那比较多都是这种比较细致 跟细微的小事 相较于说新竹高宏安 然后大刀阔斧的去查 以前民进党的问题 那或者呢是其他一些县市长 那好像张院长相较而言呢 比较低调一点 但只是说没想到 在这种比较低调的状态之下 仍然是默默做了很多事情 那其实在台北市的状况 也差不多 就讲完上台呢 你似乎也没看到这种什么 很立刻的大刀阔斧的 各种的推动或者什么 但是呢我们从李世川的 副市长的脸书也好 或者从其他这个县市 或者其他局处的新闻稿 仍然是在默默的进行很多事情 只不过这一些工程进行当中 有没有办法立刻的反映到民意 或民众有没有办法 那么快的得知 这个东西被改善了 这个东西被做好了 实际上然后立刻反映到 新的作为 我认为这是需要一段 很长的时间的 所以你说像是 陈其迈或黄伟哲 能够比较位居前茅 这我认为第一个 当然是因为人家常年执政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比较习惯 习惯而且关键是 没有人抓出他什么问题 因为他缺少监督的力量 就为什么你说他陈其迈 好像满意度很高 没有人监督他 他当然满意度就很高啊 对吧 那黄伟哲可能过一阵子之后 满意度就会下来了 所以关键在说 如果目前做得很好的 那么当然就不要能够掉以轻心 但是其他的地方 我们希望能够继续加强监督的力量 才能够让整个市政继续向前 无论到底我们调新远 还好没有在议会里面说过任何 我穿的漂亮吗什么的 但是我们的网友CYYC 想要跟你说 你今天穿的很熟女很好看 这个特别帮他化带到一下 对那这个等一下 我不太确定我们进广告的时间 我就把它直接先讲完好了 一分钟内我们等一下就要进广告 所以我等一下会问小刘议员 可能要请你帮我多解释一下这块 因为这块我们不在桃源 所以不是那么了解 但原来才发现到这次张善政 这个张世甫也有做一件事情 让大家这个备受推崇 原来桃源的忠烈祠 在去年迎来了日本的天照大神 那你今天看到有很多类似的政治新闻 其实都在解析这个地方 说是一个供奉侵略者的荒谬桃源神社 到底怎么一回事 怎么会出现在忠烈祠呢 那其实我要讲 为什么张善政是否备受大家推崇 就是在这件事情的处理方式 也许他在过去就被议论纷纷了 结果桃源市的民政局啊 这一次是直接让厂商把天照大神给送回日本 全天候现在都是使用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电解磁氯栓水 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 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 而且呢没有污染 儿童孕妇呢都是很适用的 哪里可以买到水神生成精呢 这是上我们的快点购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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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